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丈夫家居自救手冊》 又是我阿全 之前的片段就跟大家說了怎樣分電批、電轉和油壓轉 今天就進階一點 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分電批和電波 這兩樣同樣都是用旋轉衝擊 而且都是用上螺絲為主的工具 究竟會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來說,電轉就是轉孔的專科 油壓轉就是對付石材的專科 而衝擊批和電波其實都是裝插螺絲的專科 但電波就有另一個美名 就是電動工具界的Derman 電波的書面語叫做衝擊板手 它用同級數的工具最高的扭力 一般就配合這種套筒去使用 可以說是外陸角螺絲或絲目的專科 只要是高強度要求的外陸角螺絲 基本上就一定要用到它 一般人其實都很少會看到這把東西 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 因為居家DIY的層面上 其實多數用到的都是十字和一字的螺絲批 也都很少需要用到這麼龐大的扭力 但如果是攝觸到一些例如電單車 或者私家車DIY的朋友 其實就會發現 一些高強度要求的螺絲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一些六角頭的設計 因為一般的十字螺絲 其實是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扭力 就算承受得到 一個不小心就會很容易掃花整個十字架 那為什麼十字螺絲和一字螺絲是這麼入屋呢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 因為只要你一支十字批或一字批 你就可以上到市面上大部分的螺絲 而兔筒就是你有十個尺寸的螺絲 就要有十顆的兔筒 一般人用的話就非常不方便 而這種高強度的螺絲 偏偏就是用這種兔筒的方式 才可以令到它的受力更加平均 而這種方式因為公叉細的關係 不但它是不會太容易掃瓦 力量上的傳遞更加直接 因為剛剛那個公叉的關係 就順便介紹一下這些轉接頭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轉接頭 譬如這些四坑轉索頭和六角轉方頭 如果你有心機去搏搏搏搏搏的話 其實你可以做到一把用到肚子的油壓轉出來 那是不是買一把大力的工具 再去這樣搏搏搏搏搏搏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 其實你用越多的轉接頭 在轉接過程中產生的公叉就越大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每一件零件的出產都不會是一模一樣的 多或少也有少許偏差 而可接受範圍的偏差數值就叫做公叉 知道鑽嘴值不值有公差 圖筒裡面的尺寸其實都有公差 公差越少,精準度和穩定度就越高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存在公差的關係 所以你越多的轉折頭 做下去就越不精準和不穩定 我曾經認識的師傅很喜歡像這樣 由壓轉加鑽嘴再加鑽嘴梳 一路轉,你會看到鑽嘴一路在頂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穩定,可能會縮錯位 所以如果想做好東西,想穩定的話 工具可以用一些針對性比較強一點的 說回電波 舉例,同樣是Bosch的18V基本款 衝擊批的扭力可以去到160Nm 電波可以去到400Nm 甚至有個別機款可以去到1000Nm 大家如果用這些電批配六角套桶去鬆 就算支批夠力也好,這個批頭或雕頭 你會看到它很幼 就算支批夠力,它也不頂得頂 這個情況,以前我搭牌的同事都試過 用這些去打拉包 打打一下,整支在這個位置就斷開了 幸好接得及,否則真的非常危險 所以大家不會看到車房的師傅們 用這些電批去鬆高強度螺絲 做這些高強度的工作,就要用電波 不過說是這樣說 大部份DIY人士,其實暫時需要修車 大部份情況下,都可以在家上十字螺絲 那難道為了修車,要買一把電波嗎 這樣其實很不便 還有師傅們,大部份時間都上十字螺絲 是暫時會上一些很高強度的六角螺絲 難道因為那小小的六角螺絲 要去特地帶兩把批出門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把一批兩用的電筒工具 這把Bosch的GDX18V200 就用了專利的二盒一頭設計 講一講它是怎樣的二盒一法 大家眨眼看,它是一個普通的電波方形頭 但其實它裏面有一個內六角形的洞設計 這個二盒一頭可以讓大家用到圖筒和普通的批嘴 大家需要上到高強度螺絲的時候 就用圖筒 上普通的十字螺絲 就可以用普通的批嘴 這個設計的好處 就是在於你不再需要用內六角的批頭 去上一些套筒螺絲 導致出現斷頭的情況出現 亦都減少了公差大例的不變 用了無碳插設計的它 最大扭力可以去到200牛噸米 最大射載扭力還可以去到350牛噸米 裝了套筒之後 大部分的高強度螺絲都可以鬆得到 裝了十字批嘴 它就會搖身一變 變成一把200牛噸米扭力的衝擊批 無論你打自攻螺絲 長螺絲都完全沒有問題 一機兩用 關於GDX18V200的詳細資料 就可以看到 這類型的兩用電動工具 它用途廣泛得來 又不會有轉接口帶來的特別 非常適合我們這些 暫時會弄車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家用的人 好 今天的大丈夫家居自救手冊 就到這裡 希望資訊可以幫到各位 如果對產品有興趣 都可以留在我們大丈夫的網站 還有我們不用遲看一下 有些什麼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 CLSS我們大丈夫的Facebook Youtube和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 Ciao 好!大丈夫大左部